日本为地方经济发展,可谓是操碎了心。其中,一个大招是,日本从今年开始实行补贴政策,重金请军离京。对愿意签出东京的人提供最高300万日元的好处费。砸重金赶人,日本政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 要知道,在日本连续9年人口负增长的大环境下,东京都市圈却22年人口正增长,迁入人口连续4年超过10万。相比之下,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人口大幅减少。连传统比肩东京的名古屋,大阪都市圈已经连续5年人口净流出。即便有如此高额的补贴制度,日本高层仍然担心国民会不买账。 因为,日本人的心和肉体,早已在东京都市圈生根发芽。东京都市圈,正在像一个黑洞,吞噬着周边的一切。 1.很小的日本,很大的东京。与中国比起来,日本国土面积显然不值一提。东京都市圈可是当仁不让的远东乃至亚洲第一。 连纽约、伦敦等都市圈也稍逊一筹。要想了解东京都市圈,还得从东京和东京都讲起。 东京,是一个历史概念。也是实际上日本的首都,由23个区级行政区组成,面积623平方公里。 而东京都,则是在东京23区的基础上加上多摩地方,小丽园群岛等地区。是日本的一级行政区,面积2100多平方公里。 至于东京都市圈,则要大多了。由东京都,祁育县,千叶县,神奈川县组成。 俗称一都三线,总面积近1.36万平方公里。据保守估计,2016年东京都市圈的总人口就已接近4千万。日本总人口也就1.2亿多,也就是说三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都市圈。 至于GDP,东京都市圈突破2万亿美元,占日本全国的约40%。东京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东京都。 2018年GDP规模预计突破1万亿美元,占到日本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。人口约为1400万,占日本总人口的10%以上,但面积只有日本陆地面积的0.6%。 和中国对比下,可能有更直观的感受。深圳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,和东京都面积,人口规模都很相近。但东京都经济产出是深圳的近2.8倍。 在拿东京都市圈的最核心区东京来说,数据更加恐怖。2017年,拥有1700余家公司总部,其中年人均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的公司就有52家。 无论是在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上,东京都市圈都是日本独一份的存在。以东京、东京都为核心,向周边扩展的东京都市圈。已然成为日本区域格局中的巨无霸。 2.新干线造就的大都市圈。为此,人们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汇,东京一级集中。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很多,但和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新干线密不可分。 日本是世界高铁的起源。1964年,当不少的欧洲国家还在使用蒸汽火车咔嚓咔嚓的前行时。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已正式通车。东京到大阪,单程513公里。 新干线通车后,车程从7个小时立即缩短为4个小时,如今更减少到2小时25分钟。对于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与腾飞,新干线可谓是功不可没。 亲身感受到日本新干线的舒适与便捷。加上当时正在极力推行中国改革开放。它有感而发,就感觉到快,有催人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,我们现在更合适坐这样的车。 以新干线为代表的日本经济,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里,和中国经济的腾飞一起构成了东亚的奇迹。 新干线可以在四小时之内将京冰、中京、板神工商业地带及中间城市连接起来。带来了人口、技术、经贸的高速流通。 据统计,1982年通向先台,严守的东北新干线开通后。沿线城市的人口和企业分别增加了30%和45%,地方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。 但新干线在推动日本经济实力节节攀升之际。东京都市圈一家独大的格局,也悄然生成。 新干线的设计,初衷视为促进地域的经济活性,拉动关系地区发展。但由于周边配套设施没跟上,地方没有足够的税收去开发偏远地区。 新干线修通后,关系企业的劳动者反而被东京高度发达的经济所吸引。大量向东京聚集,在新干线修建之前。 以大阪为首的关系重镇一直是日本东西部地区人流、货运的聚集地。可是,随着新干线修建,关系交通数纽地位大打折扣,很多地方不用经过大阪,就可以直接向东京转移。 并且,新干线逐渐连成一个体系之后,东京和周边地区的时间距离和经济距离大大缩短。东京上班,郊区生活变得越来越普遍。最终,东京的实际范围不断扩大,形成了如今庞大的东京都市圈。 英国《卫报》曾经评论称,新干线出现将全国劳动力吸引到东京。 1964年、1969年,东京都市圈平均每年流入35万人,比民谷屋圈的17万和大阪圈的5.5万加起来还多。 1969年、1987年,在民谷屋圈人口流入停滞,大阪圈人口出现净流出的情况下。 东京都市圈每年的人口流入仍然接近5万。 从1987年至今,东京都市圈更是一支独秀。 人口流入再次大幅增加,远超民谷屋圈和大阪圈。 3. 西写的东京,纵观如今的日本区域格局。 东京都市圈毫无疑问是实打实的江湖大哥,大有孤独求败之感。 然而,在这位大哥绝代风华的背后,他的小弟们苦不堪言,日本各中小城市的衰落问题日益严重。 日本许多村镇年轻人数量锐减,空房数量猛增,正在逐渐变成鬼城,甚至将会在不久的未来完全消失。 借此吸引年轻人的回归,但收效甚微。 没有了人,企业自然也就没有了继续待下去的勇气。 据有关研究,东海到新干线开通以后,不少在大阪注册的企业逐步把自己的部分总部职能牵制东京,成为实际上的二总部制。 更有甚者,干脆把企业整体打包,牵往东京。 1965年大阪企业员工有53.9%工作地点是在大阪。 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3.2%。 与此相反,原本总部就在东京的企业员工。 工作地点在东京的比例从70%多升至90%以上。 从就业人数来看,2010-2016年,日本全国新增183万就业人员,其中东京圈就占到了132万人,比例高达72%。 更严重的是,东京圈独大不仅严重影响了其他城市的生存,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大城市病。 首先就是拥堵,有日媒曾经统计。 在东京营做的一个十字路口,一次红绿灯的换灯时间。 最多有3000多人交互通过路口。 人口密集,也造成了停车位稀缺,东京最便宜的停车位,一个小时也要800日元。 其次,高房价问题再次凸显。 20世纪90年代房产大泡沫破裂以后。 东京的房价虽然有所收敛,但仍然不是一般人能维持对齐的。 2018年东京圈市中心住宅平均价格达5926万日元,日本中产阶级年收入在21万左右。 这相当于他们不吃不喝17年才能买到一个落脚之处。 东京都市圈不断扩张,对日本的整体经济打击也是巨大的。 有些日本学者还曾半担扰半开玩笑地指出。 照这样下去,日本人都将成为东京人。 而日本国也可以改称东京国了。 甚至有人认为,如果东京不幸发生一场大地震,那么整个日本的经济就回了一半。 4.结语,日本新干线建设。 在初期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。 也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再启航。 但是,问题也开始出现,那就是东京都市圈的独大与寂寞。 新干线不仅没有将东京的知识技术输送到各地。 反而产生了强大的红锡效应,不断掠夺着日本各地的资源,导致了中小城市衰败。 1972年,日本田中角融政府就发现了问题苗头,推出新25万人口城市。 1987年,又打造多级分散型国土结构。 但最终,东京这头猛兽养大后,再也关不进笼子里了。 庞大的东京都市圈,终归不能代替日本整个国家。 反而引发一系列问题,制约经济长远健康发展。 这恐怕是政策制定者,始料未及的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